大家好,我們現在呢,我們要示範一個也是一個吸附的計算 OK,之前我們示範了一個吸附的計算,但是那個時候是用false field算的 但是簡單講就是用古典力學算的啦,OK,但是這種吸附的計算呢 現在已經是比較常是用那個量子力學的方法來計算 因為古典力學的計算呢,它其實並沒有辦法讓你知道這個表面跟分子的見解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因為古典力學它就沒有算電子嘛,古典力學就沒有電子在裡面啦 所以它沒辦法去算這個材料表面跟分子之間見解是什麼狀況 OK,或是說材料跟表面跟分子之間它電子的分布是不是有什麼像上課的 廖博士又講了什麼電荷轉移這種狀況發生 古典力學計算是沒辦法得到這些東西 OK,所以這種這種材料表面分子吸附的計算其實是 用走向quantum是用量子計算是一個趨勢啦,OK 好的,那我現在我的目的,我這個影片的目的這一大段的影片的目的呢 我們是要來做什麼事情呢?我先稍微寫一下,OK 我們是要用我們要用這個Demo3這個模組 然後來計算就是量子化學計算的一個模組 那還有另外一個模組叫做量子計算叫做Cutstep 那Cutstep這邊我暫時先不用 OK,我們用這個Demo3 然後呢我們要做呢CO呢,CO氧化碳在CU100表面的吸附 表面的吸附 OK 那這個表面的吸附呢我們現在呢我們要首先我們就是要算那個吸附能啦 OK的表面的吸附能 OK,吸附能 energy 那這表面的吸附能是什麼算呢? Absorption 吸附能怎麼算呢?我們首先呢 那這個其實前幾層影片前幾層影片大概有提過啦 我們這邊會有三 就大概要做三種計算 一個是呢CO在 CO在這個CU100表面這個模型 然後這個描,然後扣掉 這個CO這個分子再扣掉這個CU100這個表面模型的能量 這三個能量相減呢就是所謂的吸附能啦 OK,這各位可以體會嗎? OK 好,那這三個計算呢我們全部都要做結構優化 OK,就是這三個我們都要建這三 我們要建這三種模型 那這三個模型建完之後呢 全部都要做,全部都要做結構優化 要做結構優化 那做結構優化的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這前幾層影片可能有稍微提過 因為我們在乎的是能量比較低的狀態啊 不管是,不管是什麼表面或是分子 或是吸附的狀態 我們都希望 我們都希望,我們比較期望的是去討論那個 那個能量比較低的狀態 因為根據波茲曼分布的原理呢 能量越低的狀態出現的機率是越高的 OK,那你不要問我說這是為什麼 那再問下去這個基本上就跟 這跟儘快要進入哲學的領域呢 為什麼是能量低出現機率會高呢? 哎呀,這個有時候有些事情是 道可道非常道啊,OK 反正我們是 我們就是比較關心能量比較低的狀態就對了 OK 好的,那所以呢我們要見我們做 我們做三個這個模型 那當然最麻煩就是這個表面的模型 OK,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一則一段影片我們來對 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 CU100表面的模型 然後對它做結構優化 OK,好,我們就來開始吧 然後呢這個CU100呢 呃 我們一樣我們還是先 我還是再一次我們進去Material Studio捷徑裡面 Material Studio捷徑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CU呢 找Import進來 Import CU CU同 OK,Import進來開啟 OK,然後呢我們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改一下它的Style 想看一顆一顆球 這樣比較有真實感 啊,OK 那這邊呢我把這個CU import進來 這邊CU 那後面故意給我加一個2啦 那為什麼那個Material Studio會故意給你加一個2呢 在這裡呢? 因為就是我前一個檔案我已經有 Import一次CU了 所以我再Import一個檔名 一模一樣的檔案的話呢 它Material Studio會自動在後面幫你加一個2啦 那還算蠻蠻蠻貼心的OK 好,那我們現在要再戳切這個100表面 那切這個表面不要忘記了 在這個Build這邊有一個Surface 這邊有一個Cliff Surface 不要忘記了 那這邊Cliff Surface我們只需要選 你只要注意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好 就是選擇它的面OK 這邊Cliff Plane HKL 這當然這個是米勒指數 米勒指數前幾則影片有提到了 OK,我不再多說了 然後這個Cliffin下面的Rule呢 先不要先不要理它 那因為這個金屬的很單純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地方要考慮的 然後呢這個 我們這邊 這個我們現在要選擇這厚度Thickness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項 那我們現在因為為了計算 為了計算方便 那也不要增加計算的負擔 通常這個Thickness 我們大概就選 大概10個Amstrom大概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選的兩成的話 我覺得就太小 7個Amstrom表面模型7個Amstrom實在是太小了 OK 我們大概就是要10 OK 那你說再上去4乘的話 變成14.459 那這個計算會算太久了 而且太大 其實在這種量子的計算裡面 有時候太大 原子數目太多 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就是要剛剛好比較重要 那其實我們現在我們就把它用到剛剛好就好了 比如3 就要10個Amstrom這樣就好了 OK 選定之後呢我們就切這個表面 那這表面我說 我剛前幾次也沒有做過的 切表面看起來有點怪怪 是因為我還沒加真空層 OK 那加真空層怎麼加呢 在這個Build這邊有一個Crystal 這邊有一個Build Vacuum Slab Build Vacuum Slab之後呢 那這個我們要大概這個真空層要加多厚 這邊你要你要真空層要加多厚呢 其實呢其實我覺得加大概 其實15也大概也差不多了啦 15我看一下 因為你這邊已經這一層表面已經是10了 OK各位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各位對這個模型要稍稍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呢我已經有 我已經有這個表面 他大概是10啦 大概是10個Amstrom 那我這個真空層呢大概往上加 嗯 這表面 那我這真空層大概要加多厚 其實我覺得這個加個15 其實也就OK了啦 OK 加個15Amstrom其實就OK了 嗯 25加越多會不會越好呢 嗯 其實不見得 加越多 你說真空層越多的話看起來就越像表面 OK 嗯 這有時候對計算來說太 真空層加太多不見得是好事 OK沒關係 這後面他有點比較深啊 這不多說了 OK好我這邊呢 就把他用15 OK15 然後 好15人之後呢然後呢我就把它build起來 那我們這build之後呢 你再到上課有稍微提供 你在 在在在在在 在空白出點一個右鍵 this parameter 你把 然後你把它選 advance這一個選單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reorient to standard 把它稍微按一下 OK就把它弄成我們平常最喜歡看的那個 視角最 最最最最最常用的那種座標系統啊 OK 然後最後呢就是我們切完的表面 按home一下他回到 回到原來的 home 原來他最他他最他最喜歡的視角 OK 然後呢按上下 這個之前有提過上下左右可以旋轉這個經格 上下左右可以旋轉這個經格 上下左右可以旋轉這個經格 上下上下 我現在是上下上下左右可以旋轉這個經格 這是上下 然後現在是左右 OK然後我們home 就回到原來他認為最最棒的視角 OK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這個做完這個表面呢 這個表面的面積呢實在是有點太小了 OK 我們這個表面呢 你要做一個表面這個面積呢 是要有一些的 OK 這個表面這area 這邊一個A 應該這邊寫一個A 這個表面你要做一個表面模型呢 這個A呢這個不能太小 OK不能太小 因為太小呢就就不太像表面呢 OK 不可以太小 那我們這邊計算方便呢 我們這邊呢我們大概就是表面 我們大概最後就給他一個 2乘2就好 那這2乘2呢是指XY方向是2乘2 X乘上XY是2乘2 OK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把它放大變成2乘2呢 我們這邊就是要 跑到這邊有一個2 啊 bill這邊有一個symmetry OK 那symmetry這邊呢我們點開 他們有一個super cell 然後這個super cell把它點一下 然後這邊會有ABC啊 然後這個A跟B就是A就是默認就是X方向 B默認就是Y方向 那前幾 前幾 前幾的影片有講過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把它放大2乘2 你就把它調這個2 這個2就好 好那C方向絕對不要動它 你C方向動它 那你這個覺得你絕對算不完 OK好 然後就create super cell 稍微大一點 那他們就 我們就建了一個CU100的這個super cell OK 好的那我們建完之後呢 不要忘記我們要做結構優化 OK 然後呢我們就去這個demo3 我們這個module裡面有這個 你可以這邊有一個demo3的圖示 這邊有demo3tools 那你如果找不到這個沒關係 你到這個module裡面 你點那個選這個demo3tools 然後裡面有個calculation 那這個calculation呢 我們一樣先不要把事情弄得太複雜 因為我們這個材料是金屬 所以這個金屬呢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齁 然後呢這quality那邊 你再選medium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稍微做一點 讓各位體驗一下這個計算就好 那其實其他也都不太需要碰 OK那我們一樣選GGAPPE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我這個電腦比較慢了 所以我電腦我就用三顆算好了 那這個property這邊呢 這個其實不太需要去禮拜 要選什麼嗎 嗯 property這邊 那我們點一個population好了 就是最後電荷 所以要做個電荷 就是OPT完之後做個電荷分析 這個不影響計算時間了 這個很快啊 OK 那這邊呢我選擇 the HERSHVU CHARGE MING CHARGE 嗯就用預設值這兩個就可以了 OK 好的那我們就把它按一下 讓它開始計算聊 這樣會OK嗎 那你在看Material Studio開始計算 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資料夾齁 這個有跟各位提過了齁 那這個計算當然是需要一些些時間 那我這個影片當然是不會把這個 這個空等的時間把它錄進去啊 OK OK 那在這個等的這一段時間呢 稍微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還有一個在表面呢 這種金屬表面呢 通常還會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做這種表面西部 會有一些名詞啦 OK OK 名詞跟各位介紹一下 OK 比如說呢我們這個ActiveSide 這個在原子上方呢 哎呀這個 哎又跳出來真討厭 好這個 我們分子要放在那個表面的話 OK我們有 有幾個名詞要跟各位提一下 在做這個表面表面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分子把它放在原子上方 這個叫做Top OK 然後兩個原子之間呢 兩個原子之間呢 這個叫做 放在兩個原子之間呢 這個叫做Bridge OK 然後放在那個四個原子之間呢 四個原子之間呢 這中間空的地方 這個叫做Hole OK 這個通常我們在表面 這個表面這個分子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有 就是有這三個主要的名詞 就是說你分子吸附在表面的哪裡呢 OK 你是吸在Top嗎 Top意思就是說原子的正上方 那吸附在Bridge那邊嗎 Bridge的話就是兩個原子的中間 兩個原子的中間 兩個原子的中間叫Bridge 那Hole呢是那四顆原 這邊這邊有 有一點點 我再稍微把這視角稍微歪一下 OK 有沒有看到 就稍微把它移一下 有沒有看到 OK 把它擦掉一下 或許這個視角更清楚一點 啊 先把它擦掉 再寫一次 再寫一次加深一下各位的印象 用這個綠色 OK OK 這個呢原子的上方呢 叫做Top OK 兩個原子之間呢 這叫Bridge 然後四個原子之間 這邊有四顆原子 OK 不要看糊了 這四顆原子中間這個 這個叫Hole OK 叫Holo吧還是叫Hole 我也不知道 H-O-L-E Holo還是Hole呢 忘記了 OK 就四顆原子中間這個叫Holo 空洞 OK 所以說表面呢 會有這三個重量的名詞 OK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把這個 一氧化的分子 放在這個 ECU-100的表面上面 OK 好的 那這個計算過程呢 我這個電腦比較慢 需要一點時間了 所以我這一段後面 這段就不會錄了 OK 這礦白時間錄這沒意義 好 那各位的電腦可能比較快了 那你如果完成之後呢 就記得看下一段影片了 那我這段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那 之後再聊了 拜拜